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你好 请问代古顺先生在吗 老代 他不在 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 跟我讲 我转到他 我们是天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现在呢正在筹备这个创意产业项目 我们陈老板对代先生的作品非常感兴趣 想与代先生合作投资玩具项目这一块 不知道代先生可否闪光 与我们陈老板见一面 你能讲清楚一点吗 你想跟老代谈什么 我们老板的意思是具体的事情 看看代先生有没有时间 可以跟他见面聊一下 你确定不是你之前认识的客户 我确定肯定加一定啊 我认识那些客户就那几个人 你也都知道哪有姓陈的呀 还是投资公司的老总 那就难怪了 我这段时间忙了这些事 也没认识什么新客户 难不成你装大运了 遇上天使投资人了 什么天使啊 还如来佛呢 说你土你还真土 天使投资人就是只具有一定 净财富的个人或者机构 出资协助 具有专业技术和独特概念的 原创项目和初创企业 也就是说对你进行一次性的协助 协助你创办一个原创公司 我知道 就好比是支持大学生创业 一般这种投资人 都是 认识很久的这种朋友 对 亲人 对 或者是有过接触的一些企业家 对对对 那我身边哪有这种人 谁呀 老猫 老猫是天使 那也是啊 行了 别在这儿想了 你把那电话给我 我打过去问 对 不是 你现在关键是 你确定你们陈总认识的那个是我吗 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陈总 你听明白了没有 先生 这个问题你已经跟我说了十分钟了 真的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确定 我只知道您的电话是我们陈总提供 是 这个事你也跟我说了很多次了 我现在就想知道 他认识那个戴武顺 带是穿戴的带 鼓是这个鼓 鼓气的鼓 不会吧 我再问一下 你们陈总认识一个姓诺的吗 不是不是 认识一个姓谢的吗 我们陈总好像是认识一个叫谢总的 那会不会是他介绍的呢 不好意思先生 我们就有公司电话进来了 喂 她说他们陈总确实认识一个姓谢的 行了 全合上了 什么全合上了 你看啊 上次工厂那事就是材料那事 你不是把它解决了吗 那可能想找个事来感谢你 她讲这个事感谢我 她不骂我就知足了 再说 那工厂解决材料事 那是我应该做的 她凭什么感谢我啊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呀 难不成是因为我的人格魅力 她悄悄爱上我了 你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的呀 我当然是开玩笑的 依我看啊 这谢小诺呢 她觉得她是领导 觉得你们俩之间关系比较僵 想通过这个事情啊 来缓和下你们俩的关系 我怎么还是不相信呢 就她那性格 她能示弱 这 这哪叫示弱呀 这叫领导艺术 哎呀 谢小诺吧 就是嘴上厉害点 其实真心 还是对你不错的 你看 上回你胳膊受伤了 人家不是还主动关心你吗 她说我这时候要真是她帮我 嗯 那我该怎么办 你该怎么办 去感谢人家呀 你哪怕是口头上一句话 你让人家心里觉得 心里有数 没必要 多俗啊 这怎么能叫俗呢 哦 就你不俗 行了 行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谢谢 谢总 我还是问你 你想好没有 到这怎么感谢谢小诺啊 不知道 那她喜欢什么 上班的 除了上班的 骂人的 那她就没有什么想要的 想要吵架 那缺什么你总该知道啊 缺男人 得 这不又回卖人器了去了 什么卖人 卖身呢 你知道我跟谢小诺 我们 是什么人际关系 你知道吗 什么人际关系 我们俩现在是水火不龙 不共戴天 还卖身呢 我不想卖她也不想买 卖买 不是人 人家那个女王范儿 知道 你喜欢小白脸 你 太冷 我那你咬不动 这蛋炒饭太难吃了 你们拿点辣酱 我给她调一下 来 你调一下 你看 妈呀 怎么了 你这说涂涂涂涂涂涂涂了 正好 一会儿你得好好谢谢你啊 来了 喂 我谢谢什么呀 不行 我先多一下 你那包方有什么 包方有客人来 你去歇他口头谢谢你 你去歇他口头谢谢你 你去歇我怎么说出口 怎么说出口 你听我说我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他对我胸部有招 他对我好问 无法面对明白了吗 再说我就是谢谢他呢 对吧 我也得先思考一下怎么说呀 这样你先跟他聊会儿 好 然后你先汇报一下好不好 我先躲一下 你你躲哪儿躲呀 你厕所 汪哥 谢谢你 给我来杯橙汁 来 一杯橙汁 好 再送一盘钢果 好嘞 走了没 谁走呢 谁走呢 洗澡的我呀 没走 那干嘛呢 面试呢 面试呢 又相见 不是相见 找厨师 找厨师 干嘛找厨师 我哪知道 走走走 别打扰我干嘛去 那你们同事 又咋去打个招呼 进那儿 我不打招呼 我等着走了以后我才出去 你怎么不见得你 你这蛋炒饭 你就是吃厨师好吃了 我早就走 我没吃 那走什么面试 你都还不信 我怎么信 麻烦你请人喝杯酒 是吧 我可不敢请他喝酒 账放我的 那不是钱的事 那不是钱是什么事 不是 你去去 你不去我喝 把他叫进来啊 你干嘛呀 跟着我 谢谢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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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外面 你订三个披萨 送到我们家 现在马上送啊 口味啊 随便了 你看着办吧 行 晚饭钱啊 一定要送到 就这样吧 你别看着我就走啊 哎 你别看着我就走啊 没有啊 谁说我要走了 我以为你要走 吃饭呢 你刚在厕所啊 在厕所里吃饭 你这个屁好还挺特别 不是不是 我刚才主要是我看见 你我刚才在厕所 我反思呢 反思 对 我反思了一下 主要是反思 我们俩之间 我觉得 我们俩之间的这个人际关系 不是很健康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都有原因 其实你这个人 我通过这一段时间相处 我觉得你挺好的 表面很凶悍 但是呢 其实是刀子嘴豆腐心 虽然嘴上很厉害 但是呢 心很软很豆腐 你肯定是误会了 我这个人就是挺凶悍的 而且我就是刀子嘴 我不是豆腐 我也不爱吃豆腐 不是不是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我 我真的不爱吃 我的 那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 我是醒醒的 我 我 你需要厨师吗 对 我看你在招厨师 好像招了半天 没招到合适了 我做饭很好吃 真的 我什么菜系都会做 各种汤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 你要不相信一下 这个蛋炒饭实在不怎么样 但是呢 我给他放一点辣酱 我给他放一点辣酱 重新料理一下 可能就不一样了 真的 不信你可以尝一尝 你看 它肯定就不一样了 做饭我也很有天赋 真的 如果你信不着我的话 你可以试吃 我的意思是 我觉得你需要 可能你需要有个厨师照顾你 给你做饭吃 我的意思好像就是 其实你这个人挺挺很伟大 不是 你很无助 不是 你很无聊 不是 你很无奈 其实你也很无奈 猫哥 你能把那个冷气关小点吗 好 我觉得吧 你还是 回厕所里去吃饭吧 好吧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面对他我说不出谢谢 我刚才说那句话 我自己都起一身鸡皮疙瘩 尴尬不尴尬 我走了 好吧 好吧